这边有水钓,在我们这边 哦,海钓 对 这一般是当地人还是游客 有,当地人有游客 有那些海钓爱好者啊 他也会选择在我们这里 然后做一个好的钓点 一般在这儿能钓到什么鱼啊 嗯,就咱们中午吃的那种黄鱼 美国伊点红那个 还有他们钓那个当地的那些 叫什么鱼的 那个叫什么鱼的 他们钓那个 鱼鱼 鲁鱼 沙光鱼 沙光鱼 这边也比较多的 沙光鱼 那大哥平时不来这边钓钓鱼 哎,我没有这些装备 哦,没这些装备 时间呢,时间有吗 时间也比较少 也比较少 因为夏天我们这边主要接夏天客人比较多嘛 也没有时间钓 夏天过去了钓鱼也少了 哦 我们能下去正好看看他们钓鱼吗 可以 谢谢啊 拜拜 好 从那边 从那边 嗯 要出去拆一下 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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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这种 像这种的话 以前可能是个老房子嘛 像这种 对,这是个老房子 然后后来 那个 时间久了 没人修 哦,不是 远处那个 远处那个 那个,大哥 那个 那个 那个啊 对对对 这个是一个那个码头 哦,原来老码头 是一个码头 哦 对 再远一点 那边那个小庭子是那个是什么 那个啊 那个是一个灯塔嘛 哦,那个是个灯塔 小的灯塔 小迷你灯塔 是 这些高头 就是我们那个 远港的新村 哦 这些我也好 那前面拆一下 我们的地方 可以拉面出来 哦 那边的地方 是 那边的地方 呢 咱们 那边的地方 就是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大哥您是哪人 就是这边的 那您是性全爱好来这边钓鱼 一天能钓 您是一天钓几小时呀过来 不是每天都钓 不是每天都钓 一般您过来钓鱼 您会钓多长时间 这个根据潮水 它是有讲究的 大哥这个潮水有什么影响 满潮的时候钓不到鱼 满潮的时候钓不到鱼 大哥您今天钓到鱼了吗 有了已经看到了 大哥这个是什么鱼啊 海昌鱼 海刀鱼 就像那些小鱼钓回去 您准备就自己熬汤喝了吗 煲汤吃 大哥您为什么喜欢钓鱼啊 休闲吗 您是做什么行业的呀 我钓鱼的 要钓鱼的话 连鱼港这边 能钓到鱼吗 有比较好的鱼有什么鱼啊 卢鱼啊 卢鱼 您钓过来最好的鱼是什么鱼 石斑鱼啊 石斑鱼 您的小孩喜欢跟您一块钓鱼吗 小孩不钓鱼 小孩不钓鱼 我听说有的人他钓鱼 他会去全国各地的找那个好的钓点 您是一般是会 也会去全国各地去跑吗 您平时就是在这边 然后那个钓一钓哈 问题是 这个 再做两百四一天 这个地方能不能钓鱼 您也会担心这个问题 大大 但我们这个钓鱼 就是休闲的 休闲钓鱼 关于这个钓鱼 做盘到海里面去 您这还属于是这个 这就是这个拿完的 做益的都到海里去了 为什么会喜欢钓鱼啊 为什么会喜欢钓鱼啊 男人的规述就是钓鱼 那钓鱼为什么吸引男人啊 无聊 打发时光最好的办法 打发时光最好的办法 对 钓鱼 钓鱼是打牌 学校舞 这个东西最 人家拿着东西就是钓鱼 做的多好 确实是 那我作为女人也很支持 是啊 我认为这是男人最好的工作 大哥那您是做什么行业的呀 我是老师 您是老师 学校呢 哦 哦 您原来是教中学还是教大学 这个是中学里面的小孩老师 中学里面的小学老师 有人一贯事嘛 哦 大哥您真的会担心这240天以后 不太好钓鱼吗 不敢钓了呀 当然 问题是这件事的严重性到底多大 嗯 咱们其实还没有多大 它还没有多大 哦 那假如要是确实是不适合钓鱼了 那怎么办啊 那就玩了 哈哈哈哈 就吃了 哈哈 那就在家打牌了 在家打牌了 哈哈哈 大哥您钓上过什么什么好鱼吗 上钩了 上钩了 哈哈哈 哇哇哇哇哇 正好正好看的 正好看的 太小了 不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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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好碰到了 正好碰到 哦 入库了 啊 对 看看这 你看看这 有冰 应该就要把它这个 农下拌 就盛掉了 就不好吃了 哦哦 你没看那个 远洋鱼盘 嗯 马上啊 你用这个冰 把它冰起来啊 那您还是这个 美食家系别的啊 对啊 我给大家知道理 这个这个鱼饵是什么呀 是海 海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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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就是海 海里面的蚯蚓 哦海蚯蚓 对 哦 哦 这个鱼饵也是您自己抓的吧 是要买的 哦这是要买的 对的 哦 十块钱就够了 哦 大哥您海钓几年了呀 海钓啊 嗯 最后啊 大概两年吧 两年了 嗯 最后一会儿 首先是河吊 河吊 河里面吊 哦 然后河吊不过瘾 哈哈 然后就海钓 嗯 那这过两年 您会不会也就出海了呀 不太可能 不太可能 那种舍不得花钱 哈哈 海钓很海钓那种 那种出海的很很花钱吗 一次基本的船费 一般的要两三千 啊这么贵 然后其他的费用还不算 哦 但是如果你钓到鱼的话 嗯 一条鱼就好几千 哦 还可以这样 嗯 嗯 有些人现在都是买船 买船出去钓大鱼 对对对 专门去钓鱼 哦 但是其实我觉得您在这个 这种这种礁石边上钓的鱼 感觉也挺好的 对啊 嗯 出海其实还有风险呢 对 容易就离这个高位有点远 嗯 嗯 咱们骑车啊 骑价格4小时 哦 骑车7小时 不然玩是挺好玩的哦 在盘着 嗯 对对对 钓个鱼 嗯 大哥您今天钓了几条了呀 3-4条吧 3-4条了 嗯 太少了今天这个风险水 没有涨起来水太浑了 哦 我轻易了 好一点 您来了多少时间了呀 在这钓鱼啊 今天 12点 挺大的 那现在钓了两个多小时 您钓了4条也不错了呀 您钓了4条也不错了呀 哈哈哈 这这带草帽大哥来多长时间了呀 我7点多了 1010点来 那您钓了几条呀 6个 哦 钓了6个 哇 也挺多的啊 也挺多 哦 站在里面呢 哦 哦 这边 哦 看 大哥那您的孩子现在是在是在哪边呀 您的孩子 在杭州啊 去杭州了 去杭州了 去阿里巴巴的 哦 很不错呀 大厂 可以啊 科技大厂 不要我们操心呀 人也不要我们带 嗯 太好了 挺好的 那当时 当时是您希望他离开这个连岛吗 哎 还是问到什么地步 什么地步 啊 从无锡毕业 嗯 然后在南京工作了几年 哦 然后又跑到杭州去了 跑到杭州去了 现在是不是应该也有第三代了 已经 什么 现在是不是有第三代 有孙子或者外孙女了 孙女已经十岁了 孙女都十岁了 说了吗 那没有我们带 哦 还没让您带 那您省心了 对啊 我们天天就玩 哦 没有我们带 嗯 怕我们会害孩子 我们家孙女很优秀了 哦 孙女很优秀的 体育也好 嗯 学育也好 嗯 嗯 嗯 小小的 你天天看历史 啊 喜欢看历史 哎 一早爬起来就看历史 哦 那您钓鱼 您钓了两年 那那两年前 您的性侣爱好是什么呀 两年前 不能说 啊 不能说 打麻将 打麻将 也打过 打过 但是不能说爱好 哦 不能说爱好 那你偶尔玩玩 偶尔玩玩 那怎么两年前 是什么契机 让您开始喜欢上钓鱼了呀 然后无聊嘛 什么呀 哦是不是 打酱不想打的 哦 天天打盘太单一了 太单一了 然后身边好多人都钓鱼 都钓鱼去了 然后呢 加入了什么 这样的 啊 哈哈 因为这个季节 它不能钓河鱼 不能钓河鱼 钓河鱼钓不着 就不好 河鱼这回事也不好吃 哦 河鱼也不好吃 所以现在钓河鱼 还有一个最好时间的 哦 每年几月到几月是钓 一般来说七八月到十月 七八月到十一月 对 那这过了这个时间的话 您干啥去 这个时间 你刚才就可以 基本上要钓河鱼了 啊 钓河鱼去了 嗯 那您虽然钓的时间不长 但是您很有经验了 这个慢慢积累 您感觉就是喜欢这个海钓的人里面 年轻人多吗 年轻人 这个都 年轻人现在 嗯 反正钓河鱼应该挺多 嗯 年轻人肯定只有星期天钓 他没有时间 对啊 没有时间 有没有大麻辣的时间 那祝两位大哥今天钓了 钓了大鱼啊 谢谢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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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大哥我再补问一下 那您 那您那个孙女 那您停车多长时间见一次 您孙女呀 什么 您停车多长时间见一次 您孙女呀 啊 一年去两次 一年去 一年去 去那个 去杭州去找他们去 对 一年去杭州去两次 哦 啊 马上就去了 不能去 重小节去一次 嗯 嗯 准备给准备去 去给孙女带点这个 颜岛特产吗 对啊 嗯 会带点什么去啊 买虾啊 蟹啊 嗯 呃 这些东西 带点虾跟蟹 对 嗯 他们关键是吃饭 接着也很好在家吃 也很好在家吃 嗯 比较 也是比较 比较忙 其实 他们的 一家都是在学校吃 在单位吃 哦 哦 那像您两年前 喜欢上钓鱼 是不是也和那会儿 疫情去其他地方 也不方便 有关系啊 啊 对啊 嗯 可能我们在 学校比较多 哦 这种其实还挺安全的哈 就是一个人 钓一钓鱼什么的 嗯 一般来说 女钓鱼 就是一群 一群 哦 一群人 嗯 年龄大 最好不要一个人 哦 这倒是 这倒是 嗯 这个 有的说 我有一个同事去 这个吧 嗯 这个 这个什么 这个老梗啊 哦 因为老梗一个人晕倒了 哦 没有人帮他 哦 那这位 这位 这位戴草帽的大哥 跟您是朋友吧 我们今天刚认识的 哦 今天刚认识的 他钓鱼就成朋友了 哦 钓鱼就成朋友了 您现在撒的这是什么呀 鱼饵 哦 这是鱼饵 哦 把鱼给引诱过来哈 它特别不听看 哦 钓鱼不打窝 钓到也不多 啊哈哈 打窝 您刚才打窝用的是什么呀 啊 打窝用的是什么呀 叫红海鸽 哦 它的名字叫红海鸽 哦 专门呢 是海钓的一块 哦 那像您学习这些钓鱼技术 都是从这个 跟鱼友一块一块学习的 互相学习 对对 互相学习 我更要跟我家弟弟学习 让他提我鲜料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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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